來這個是數學聯手反應 主要的遊戲參與者是兩個人一起玩 他是一個競賽的遊戲 那他呢年齡呢 設定在6歲以上 好 那這一款東西呢 主要是這樣 他主要是玩合成的 合成的一個遊戲 他的合成的最多數字可以到25 那其實他非常的簡單 那小朋友玩起來非常有樂趣 怎麼說呢 因為畢竟是聯手反應嘛 所以開始呢 他請孩子他每個人有一個袋子跟棋盤 在中間 我們把裡面的數字一個一個拿出來 隨便你任意你想擺在任何的地方 等於說你要簡單的佈局 你要放哪裡 由遊戲者自己自行決定 但是我們不建議把一次把所有東西都拿出來 原因是 因為這裡面有有星星的一種符號 那個符號呢 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是送分的 有點像我們的王牌 所以 我們一開始建議他慢慢的把一個數字一個數字拿出來 這個符號是送分的 那麼安心喔 我們要走 左邊的符號是 然後我自己先建議 我開始建議 才能建議 我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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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本来就多,这一组是因为有少 好 那接下来我们用两颗传来玩整个游戏 游戏非常简单 只要谁先把它全部盖完,谁就获胜 怎么盖呢 当我传到7的时候 我可以选择7 或者是34 或者25 或16等等都可以 好 但是呢 当我是两个数字的时候呢 6加6是12 两个数字出现是乘以double 所以它就是24 对,就是这样一个游戏的规则 好,那 那我开始 4 4 4 2 1 3 3 再来是 1 3 好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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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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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